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个人的生活就会放到一边 例如体操界的张成龙就为了参加比赛 抢婚礼 延迟万里 但好在幸福不会迟到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运动员都会有另一把相守一生 有的人就是运气差了一些 至今截然一身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当今体坛 有哪些黄金圣女 仍没有找到自己的幸福归属 要说中国运动员的颜值担当 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九球天后潘晓婷 年值高 能力强 形象气质佳 而且还为中国的抬球事业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她在抬球的地位就像有国家的乒乓球的地位一样 一直都是伟国的骄傲 不过至今36岁的她仍然没有生活中的另一半 其实追求她的人并不在少数 只是长期以来潘晓婷所接触的人 都是各个行业顶尖人物 久而久之 她的择偶标准自然也就会高点 高要求的择偶标准也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蹦床公主何文娜是一名优秀的体操运动员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 何文娜凭借着稳定的发挥 最终夺得了女子蹦床组的冠军 又得人天赋一饼 事业也是事半功倍 何文娜就是这样一个运动员 而备受关注的还有她的高颜值和感情生活 曾经的她合体 涛教环汪陈一斌 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不过年少的感情还是没有抵得过两个人的成长 两人没有更多的缘分 如今的陈一斌早已结婚生子 而何文娜还依然单身 29岁的她仍然保养得像18岁的少女 有的情侣是因为性格不合才会分到扬镳 但有的人明明很优秀 然而没有生活的另一半 中国女孩运动员叫蕊蕊 因为身高的原因找不到另一半的人 身高1.97米的她 就算是男生也会心有芥蒂 想要征服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退役后的赵蕊蕊成为了一名作家 但37岁的她更会享受生活 似乎一点都不着急自己的感情问题 也许她的追求者也是有的 只是赵蕊蕊叹淡了一些事情本质 希望她也能早日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吧 同样身高令人难以接受的女运动员 还有中国女男成员许诺 身高1.95米的她身材好 气质佳 富白貌美大长腿 妥妥的个女神一枚 为了能尽快找到幸福 她甚至还参加过相亲节目 但因为身高太高 并没有男性嘉宾能接受的了 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目前退役后的许诺成为了北京科技大学的一名体育教师 一过三十岁的许诺也踏进了大龄圣女的行列 不过感情这件事本来就不能将就 希望她也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 梦 好